為了加強打擊電話騙案的專業能力 警隊指派了我們東九龍總區重案組 成立了電話騙案專責小組 而我們負責統籌全香港 電話騙案的調查工作 情報收集、宣傳教育、檢控 以及對外合作的事宜 從而制定一些有效的策略 去打擊和預防電話騙案 我們專責小組會定期探訪 超過一千五百間本地找碗店 和匯款代理 加強與各銀行和找碗店的溝通 提醒職員及早識別受害人 並且主動報案 基於不少的受害人都是年輕人 我們聯絡了不同的學生聯會和組織 透過他們的社交媒體平台 不時發放提放電話騙案的資訊 在2018年1至9月 警方總共錄得317宗的電話騙案舉報 較去年同期的716宗 減少了399宗 雖然2018年的電話騙案舉報 有顯著的下降 但這類騙案仍然是時候發生 在未來這幾集的 防電片小貼士環節當中 我們會和大家重溫一下 常見的電話騙案手法 希望大家可以時刻保持警覺 避免跌入遍途的陷阱 不如讓我們現在看看 以下下來的故事 我們的主角是怎樣去應對 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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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ug 大家 curios況 お公平 為何孫女這麼久還沒到呢? 爺爺, 對, 我公司很多工作 我們遲了下班, 現在走過來了 不要緊, 你工作要緊 是呀, 我很快就行了 行了, 你不用急了, 晚安回來 救命… 誰叫救命? 別打… 別打… 你們是不是阿堅? 你是去誰? 我叫他爸爸 剛好, 你兒子被我綁架了 你是他爸爸 如果你想他平平安安 沒事地回家的話 拿三十萬出來 三十萬? 如果你不給他, 後果… 爸爸, 救我 如果不是他就繼續打我了 我已經說了你了 我整天做了違卑作戒的事 現在有惡報了 爸爸, 正所謂不聽路人, 吃虧陣在眼前 爸爸, 你還不說?我死了 你別再打他了… 那三十萬我給你吧… 好, 那你現在先拿錢吧 然後我會給你一個內地銀行戶口號碼 之後你去找一間找換店, 入贖下去 收到錢之後, 我就會把你兒子放走了 記得別人幫忙 還有, 你正在用的電話 千萬不要收錢 你別再打我的兒子了 我當然馬上入贖給你 爺爺, 誰被人打? 付什麼錢? 你爺爺, 你的綁匪已經綁架了 綁匪還打得你爸爸很傷 什麼?爸爸被人綁架?還打得很傷? 慢點, 電話還通通 你綁匪還沒收錢 他叫我現在去拿三十萬 待會他給我一個回合, 進去那裡 什麼?如果不給那三十萬 你爸爸一定會被那些綁匪打死 三十萬? 別管了, 那我們去銀行吧 爸爸?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什麼?我吃完飯回家就在這裡 爺爺剛才收到電話 說有人綁架了你, 還打得你很傷 叫爺爺拿三十萬給他們才放你走 好啊 為什麼收到電話了? 真是不怕狐女一般的古話騙徒 最怕租一人蠢的家人 為什麼你這麼容易相信人? 你們倆給錢了沒有? 那還沒… 請你們聰明一點吧 還說是我堅哥的爸爸和女兒 讓我堅哥點醒你吧 你們如果接到這類電話 最重要是確認電話裡面的人 是不是真的是你家人和朋友 爸爸, 你說得對 但如果電話裡面被人綁架 我真的是你的話, 那怎麼辦? 還要問的, 一定是報警了 那些騙徒看盡你關心家人和朋友 還有擔心他們真的出事的心情 還有, 在一個一時思想混亂 沒辦法應對的時候 你們就會聽話話給他們花錢 爸爸, 你要記住 不要隨便相信 陌生電話打來的人所說的事 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找家人或者朋友 找他們幫忙, 知道嗎? 知道 大家要記住我們的防騙三寶 收線、核實、找求助 還有警方的反詐騙協調中心 防騙熱線18222 這個熱線是24小時為市民服務的